哈囉大家好我是葉提老師 歡迎收看新春特別節目 親戚到你家紅包篇 我們過年的時候啊 可能會有一些親戚來你家拜訪 那來拜年的時候難免會包個紅包嘛 就是覺得看你這個小孩 哎呦又聰明又乖啊 就給你個兩百塊 好一點六百塊 也許更多啦 但是我們其實過年講求的是一個氣氛嘛 錢不是問題嘛 問題是沒錢 那重點是這個氣氛要融洽 我們的談話內容就必須要有深度 你看每年都在問一些一樣的問題 問到最後 沒什麼好問了 就是你在哪裡 你成績怎麼樣啊 你考上了什麼大學啊 沒什麼好問了 最後最好問說 你有沒有女朋友啊 你有沒有男朋友啊 什麼時候要結婚 就是開始身家調查了 不行 我們不可以讓談話淪為這種 膚淺的走向 shadow太膚淺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聊一點特別的話題 你想 長輩就是跟你沒有話題嘛 他沒辦法接近你的同溫層 他才要跟你開一些有的沒的 大家都可以的話題 那為什麼我們不深入他們的一些興趣 去開啟一些他們的話題 這樣你開心他也開心 他開心你拿到的錢多了 你更開心 好 所以我們今天要聊的話題就是說 股票 我們了解一些一點點股票的小知識 讓你就可以在新春的這個 晚餐中談話更為融洽 首先你吃飯吃外飯的時候 他就說 欸妹妹你成績好不好啊 欸 你國文都考了幾分啊 你知道唐宋國文八大家是誰嗎 欸不會沒有一個大人會這樣問 沒有人他們當然也不會知道 唐宋國文八大家是誰 也沒有人想知道 欸你說給你阿嬤聽 他可能會知道 你阿嬤如果在那個年代 他可能會認識唐宋國文八大家 不過這機率比較低一點 那 所以這個時代 你就要 我們就跟他講說 嗯 不對啊阿伯 我們不講這個啦 我們聊聊現在 八大關股銀行是哪八大 欸他這時候 眼睛為之一亮精神就來了 欸弟弟阿 你也懂八大關股銀行阿 欸不錯不錯不錯 欸隔壁家的小美他這時候就說 欸叔叔我知道 那個唐初世傑是哪世傑 就是在唐代的時候有 唐代開唐的時候有一些 四個很傑出的人物 國文課本裡面會有唐初世傑 那叔叔聽到就沒興趣 什麼唐初世傑 現在是中華民國 你在那邊唐初世傑 欸兩百塊 小美價值一百塊 欸這時候你不一樣囉 你不要跟他唐初世傑喔 你要跟他說 欸叔叔 你有沒有買台數世保 欸台數世保是哪世保 欸你這個上網查一下 叔叔興趣來說 欸你怎麼會知道 台數世保是哪世保 蛤叔叔你不知道台數世保嗎 那你知不知道今年 面板雙虎長很兇啊 唉唷 聽到長很兇 叔叔眼睛就亮了 這小鬼居然也懂 什麼是面板雙虎 面板雙虎是哪兩隻 各位也可以去查一下 最後叔叔看說 越聊越起勁 就說 欸該發紅包啦 發紅包就說 欸這個小明啊 你給你一百塊 銀行利息是一趴 你這樣明年 可以拿多少啊 欸這時候如果是隔壁小美 他就說一百零一塊 欸那他就真的拿到很少 就說叔叔不行啦 這個時代哪有人把錢放銀行 這負利率 要去買台積電啊 一張不賣 奇蹟自來 你就跟他說 兩百塊的時候買了一張台積電 哇哦 叔叔就覺得 哇你怎麼那麼會投資啊 你怎麼會交那麼多好朋友啊 欸你這個紅包多一點 跟朋友多去玩 他覺得 哇你很棒你很棒這樣 好 那就是以上這個 那接著他可能問你說 欸你歷史好不好 歷史什麼歷史 我們講歷史走勢啊 我們知道 叔叔你知不知道 黃金的歷史走勢圖 今年欸 3月的時候很低 9月的時候創新高啊 那最近 嗯什麼錢很夯 比特幣嘛 那個特斯拉的總裁 誰啊 馬克思還是馬斯克我怎麼忘記 反正他說要投資比特幣 哎呀叔叔不可以啦 新聞報出來的時候 都都已經太晚了啦 籌碼走在前面 我們所謂的 欸 新手看價 高手看量 嗯 老手看籌碼 哎呦叔叔聽到你會這些專有名詞 哎你就 你就覺得很厲害啊 他就以後你們話題就熱絡了起來啊 所以有沒有學到一招 今天我們教了各位幾個 幾個名詞 就是 我再重新複習一遍 八大關股銀行啊 台數四寶啊 面板雙股啊 然後 殖利率啊 台積電啊 欸等等的 這些 比特幣啊 特斯拉 蘋果的股票之類的 欸這些都很好聊啊 深入他們的話題好不好 讓我們的這個飯桌 變得更融洽一點 你們就可以談論了很多 很棒的話題 比起那些 啊你可能覺得 銅臭味那麼重 欸 其實除夕夜吃個飯 銅臭味那麼重幹嘛 欸欸欸 難道你就想 難道你覺得 聊那些婚嫁啊 有沒有男女朋友比較好嗎 沒有啦 不要在那邊比來比去 欸他們一定要比來比去 你就說 我台積電買在兩百塊 欸 馬上閉嘴 好不好 我台積電買在兩百塊 這句話 欸跟他講 馬上閉嘴 欸 一張不賣 奇蹟自來 好不好 我們增加今天的這個 新春特別節目就到這邊 欸紅包篇 希望各位都有學到 今天的一些股市 祝各位和長輩的聊股票 都可以聊得非常的融洽 就這樣我是葉提老師 我們下次見 記憶 按讚 廣告 大洋 吉行 公牵 不賣 居然